我告訴你 郭英勢沒過了 沒關係 因為沒重要了 有個危機喔 你看王金平的態度 王金平今天講 應該讓中選會主持法 趕快通過才能夠建立制度 王金平其實以前民進黨 可以動中選會主持法 王金平其實有在背後幫忙 是有放水的 讓民進黨可以杯葛成功 但是如果王金平現在他想要 繼續延續他的正式生命 必須要有國民黨的不分區 他就必須要跟國民黨 來做談判 那為了這個國民黨的不分區 如果王金平這一次 在態度上 他就是要幫忙國民黨 給中選會過 我來說民黨比較動 可能 動不了 所以王金平 要看民進黨的決心 其實王金平的態度 也是一個很適合觀察的觀察 唯一可以妥協 唯一不應該用這種 唯一可以妥協是三條百做會 政黨要捐獻給你的候選人 那個金會上線 這個要讓他通過 後來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這兩條跟中選會組織法 三條做會 劃時做會過 我們在國上可以接受 沒關係 後來就說你 這兩條不能過 中選會組織法就要補貨 那是你的主張 但是我的看法 請大家看一下 我認為優先法案 你對 第一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這是第二 第二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條例 對 因為為什麼 這平靜劑 這也是蕭文廠的主張 蕭文廠的主張 自由貿易區 所以 很重要 今天你去問台灣 中大型的台商 他想回來 他不想去越南 就卡住這個東西 這兩條對他們是很重要幫助 我們理性的講 我們理性的講 就是說對台灣優利的 總預算 再來什麼 自由貿易港區 國民黨的主張 我們也同意 自由貿易區 請大家再看 老農 今天這個要趕快過 已經失去了 對啊 農村改建條例 好 再來看 擴大公共建設計畫 這個要趕快過 不可以擺台北岸 你如果覺得 拚民生拚金這麼重要 擴大內需的 再來 國民年金法 我覺得這是所有專民 都會用對 對啊 國民年金法 不是只有過路工 過農民 過軍公交 不是嘛 國民年金法 是所有人都會用對 他們軍公交 要打的人用不到 沒關係 那不一樣 我告訴你 這個都是台灣人 對台灣人民有利 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 在國民黨 在馬英九宣示的 這個價值下 應該排的優先順序的序列 他宣示跟做的不一樣 竟然 我們沒有去講 中選會要排第一案 還是講黨產條例 要排第一案 為什麼 那個爭議很大 爭議太大 所以有爭議的 是不是把它放下來 沒有爭議的獲果 除了以外 這樣以外 我要跟大家說 國民黨如果真的有心 那個時候 去年九月 紅三軍 清廉不是很重要 對啊 所以難道我們不理性嗎 我們理性 就是民進黨主張有爭議的 國民黨主張有爭議 先割計 但是沒有爭議的 清廉的 民生的經濟的 預算的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 可是弘義 那個中選會的委員到齊了 如果兩邊各有爭議 你還是必須要面對要齊 民政院已經重新任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選會主治法 在某種程度上 光是衝突 他後面還是必須要面對解決 那進來我想請問你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什麼時候民進黨去跟他要求 你的這個中選會要怎麼分配 選到總統的人 就有中選會的主導權不是嗎 那你再告訴我 中選會哪一個人不公 所以你的前提是 國民黨所指責的不存在 所以後面那個都不用處理 什麼東西不用處理 就是他做的公平不存在 所以後面中選會主治法不用處理 國民黨要求制度是有問題的 他要求照政黨比例 而且政黨比例是違憲 政黨比例已經出現在很多 機關有問題 立法院的政黨比例違憲 他主當政黨比例 就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 要掌控中選會 那目的跟選有關係 簡單一個觀念就是 全世界民主國家都一樣 就是執政黨他選贏的人 他必須負責這個選務的主導工作 你選務工作做得不好 你選票做票 你選給你拘捕頭 選給你拘捕頭 你就選擇了 兩千控制人也贏票 兩千控制人也贏票 還是對一邊做票 所以在這個極度不信任之下 大家在談的 是不是差距百分之幾的 驗票機制要起來 某種程度上 某種程度上 你還是必須要在這裡面 有一個修正 因為前面已經不信任 那個跟中選會不同 中選會只是議政黨比例 其他的什麼投票 百分之二要驗票 不得宣布 那是選辦法的問題 你了解嗎 他不可以整個拜總統在前面 這樣很拚民心嗎 這裡面真的問題是 他要中選會也是跟選舉有關 那個反而是創造一個紛爭的不公 人家就說這違憲 第二個為什麼跟農民 老農的有關 他要給你過 跟國民議金是全台灣 現在沒有享受養老生活的人 他不讓他過 為什麼最重要都不讓他過 因為過了百姓好過 民進黨有政績 我的拍算 還是想到選舉 沒有想到人民 你剛剛講的那個精神是對的 是 我跟他講 外屁面就好 說18% 國民黨也簽名 各黨都簽名 後來也被封掉 不承認 你看 今天他說二合一選舉 大家都決定了 對 國民黨共產 協商了 他現在還要改變 他還要改變 他還要改變 太太太不對 太太不對 而且他又講一個什麼 馬英九沒有意見 關馬英九什麼事 賴司寶丁手中 吳玉生提案 跟馬英九沒有意見嗎 中選會其實 中選會親民黨推薦的委員 趙淑健 他是反對二合一選舉的 你現在要跟他們平安說 這幾個當中 二合一民進黨一直推動二合一 國民都說 民進黨有陰謀 反對二合一 現在教練意思是二合一 他說這個好像還是有陰謀 再改回來 中選會其實 中選會其實一句話而已 中選會跟NCC一樣 NCC是附著什麼 附著國民體 公投生意委員會 就附著說 我老百姓公道 中選會要做什麼 他就是要確保說 我讓你公道討論 這樣而已 好 所以幾件事情 第一個 以政黨比例就不可以獲過 第二 你證明過去中選會哪裡不公 第三 中選會絕對 民進黨無論如何 不可以獲過 違憲機關 OK 等一下我們要開放COVID 先休息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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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